一一一一找工作狂欢 百万赠品免费送 由iPhone11 红家腾机车 芙蓉饭店住宿券 星光三月 全家礼券 电影票等 立即下载一一一一找工作APP 欢迎收看今天的找工作狂欢 今天非常特别 因为今天既是周周抽 也是月月抽 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好礼 要送给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所有参加活动的会员朋友们 那上次呢 我们邀请到了女神主播朱祁玉 大家看到非常的漂亮 我们这个礼拜一样 邀请到了 梅若天仙的主播 甜心主播 洪若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欢迎新闻主播洪若韦 不要叫我甜心主播 叫我V哥就可以了 V哥 对对对对 不然我会害羞 那想要问一下V哥 今天来到111人力银行 你有在我们这里找过工作吗 不满你说还真的有 真的有 我进新闻圈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这边找的 真的哦 对而且我真的很压抑 我那时候很紧张 我想说在111找应该就是说会有很多竞争对手 就没有想到真的 我去的时候他说你前面已经来了50个人了 对 但是因为靠着我 对 没有啦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没有因为我有拿出我的诚意啦 对因为我准备了厚厚一跌的那个履历 我觉得履历真的很重要 对 在找工作的时候 对 要有诚意啊 然后自转我觉得也很重要 因为有些人其实在自转部分还蛮会觉得说可能没有人在专心看 其实我发现长官有在看 没有错 哇我们才短短的两三分钟已经102人了 太好了 V哥的粉丝赶快刷起来 好开心哦 因为今天是我的菜鸟直播初体验老实说我还蛮紧张的 今天就会有我们的V哥陪我们 今天你们一定要按赞分享 就算不是为了我 因为今天有iPhone要抽 我自己也很想要 超想换的 因为你也是我们的会员 其实你等一下听到规则 我的手机哪来 好那我们还是要来替大家这个 这个户洗一下我们的 好那我们还是要来替大家这个 这个抽奖的规则可以看到我们有周周抽 是11月20号到12月25号 那我们月月抽分别是12月4号和1月3号是最后一场 那今天就是12月4号 所以我们同时会有周周抽也会有月月抽 我们在每个礼拜三的8点就以这个直播的公开形式来抽奖 绝对是公平公正公开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这一次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 下礼拜下下礼拜都还可以再继续抽奖 那也可以看到我们还有iPhone11之后还会有机车等大奖 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那另外看到我们的活动的规则来看一下 得奖者必须在三天之内提供以上的这些资料到我们指定的信箱 如果你没有回复的话就会失去领奖的资格 也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么大奖的得奖者必须要到我们的公司来领奖 然后另外是参加我的活动的人一定要提供真实的资料 如果说有不实的话就会取消你的得奖资格 那任何一个奖项呢将于12月15号以及1月15号 要统一来寄出 那么赠品寄送的区域我们是仅限台澎金马地区 那凡获得奖品的会员就同意无偿来授权其个人资讯 以及影像的照片在一一人领行所属的各个职网使用 以及对任何对外的媒体来使用 最后是奖项金额如果超过1000元 那个奖项所得将列入个人年度的综合所得申报 那如果奖项所得总而超过新台币2万元的话 得奖人就应该自行负责10%的机会中奖税 那详细的情形也请大家继续上我们的官网来看 这个仔细另外来看到的是 今天我们抽出来的这个名单呢 我们的得奖名单 如果你这个有漏掉没有关系 得奖名单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在明天的5点钟来公布 那所有的得奖者也请你在礼拜天的23点59分之前 回传资料给我们的活动小组 那再来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其实方法非常多 我们要请若薇来帮我们说说 好不好意思 好重要 我加速一下 刚刚有姨妹跟义华 我要跟你们打招呼 帮我按大家分享 拜托拜托拜托 好然后呢 首先呢就是要先加入会员 是 然后我们加入EE跟我一样 你不但可以找到工作 而且还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 没错 好耶 再来呢是履历更新 新增这个履历到自赚的阶段 就获得一张的抽奖券 然后已经有履历的人更新的话呢 又可以再获得一组 好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任务 C跟D 哇天啊找到工作 已经找到工作 然后还有抽奖券 太棒了 好 在这个EEAPP 还有网站主动应征 然后你有报道资料 要在12月31号之前 记得哦 录取报道 又可以再获得两组抽奖券 两组抽奖券 好 然后再来勒 任务敌分享活动 他不限分享次数 所以分享越多 机会越大 在登录会员之后呢 在下面这四个社群 分享活动的话 完成的话呢 又可以再获得抽奖券 每次分享都有一个新的活动 太棒了 好想抽 好想抽 每一个任务完成之后 都可以得到抽奖券 周周抽越越抽 而且 你这次没抽到没关系 你就可以累积到下次 没错 一直抽到 刚刚讲的1月3号的 越越抽 最后几个月抽 那还不错 那其实机会很大 我觉得 机会非常大 而且你们讲好多 对 所以请若为的粉丝们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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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加分享 加入互人生心旅行或找到工作 或是分享我们活动 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除了说我们周周抽 和月月抽的奖品之外 我们现场还是有准备 其他精美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什么 是的 待会再来公布 好想抽 那我们就有空观秘语啦 要请大家来看看 就是 依照工作狂欢 好礼大放送 要记得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就是在周周抽和月月抽之外 还会再另外送给观众朋友 线上观众朋友们的礼物 什么 怎么那么好康 天哪 真的很好康 好 大家先来刷起来 那我们一边先来抽 昨天我们有发一个预告文 对 我们要送观众的是 鲁底捞的麻辣炒泡面兑换卷 我们要送三位 先来看预告文的得奖者是谁 看得到吗 而千 陈芬芬 李小轩 刘沛 刘沛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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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点就是要吃这个 没错 对 鲁底捞 这个季节也很适合 麻辣炒泡面 鲁底捞之前也有来我们节目宣传过 非常好吃 我好饿哦 等一下下班来一下 可以揪一下 真的 那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到底要送来一些奖项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到周周抽的7到14的奖项 那这以上的这些奖项呢 是会 我们不会在这节目中直接抽出来 我们会明天的5点钟公布在我们的官网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包含GNC的这个 尤美盖还有大鲁阁草牙道的乐圆券 以及魔力奇迹的润泽乳 还有新战系列的30497 国民影神的电影票 还有行动电影院的线上电影票 以及鲁底捞刚刚送的非常好吃的 麻辣炒泡面兑换券 还有莫凡笔的冰淇淋兑换券 待会我们会有莫凡笔的介绍 好那我们就要来公布 今天到底要送什么东西给大家 我们先公布下面三项给大家看看 公布之前我们先来看莫凡笔好了 刚刚讲到第14 第14样 虽然说我们等一下不会抽出来 但是呢 明天它会公布在官网上 我们先来看一段莫凡笔的影片介绍 我们可以製作冰淇淋和分享 享受Move and Pick Swiss Chocolate 一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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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and Pick 製作冰淇淋 是的 待会呢 不是待会 明天呢 我们五点钟也会公布说 到底是谁 这么幸运得到的这些奖项 那我们在公布今天周周抽的这个奖项之前 我先来公布今天最大奖 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 就是月月抽第一名的大奖 刚刚其实若微也有提到了 没有错就是 iPhone 11 天天要看到最后我的天啊 这个大奖呢 我们会在最后 请我们的总经理 何吉祥何总 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抽出来 好那大家就请留到最后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我们先来公布的是 第六、第五、第四 来看送的是什么 这也很好 第六是全家礼物卡1000元 每天的早餐就靠这张了 真的 我们很大方 很棒 这是什么一百两百的哦 对啊 一千可以吃很多天 再来是全联2000元的礼券 这个婆婆妈妈如果抽到 也可以买大概一个礼拜的菜量 够 再来是第四个是 霍恩什叶的 运动手环 价值2580 那我们在这进行抽 周周抽还有月月抽之前呢 我们先来请若微有个启动仪式 告诉观众朋友们 我们要开始送大礼给大家咯 大礼咯 真的很大哦 拜托大礼 3、2、1 好 好 那我们就要看 这三位到底是谁呢 来看 好紧张 好紧张 按赞加分享 按赞加分享 赶快进来看 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对 郭圈志 得到的是全家的礼物卡1000元 耶 恭喜恭喜 然后下一个是我们的全联2000元的礼券 对不对 哇 2000元的礼券得奖的是 是 是谁呢 希望是我的亲朋好友 陈圈杰 在新北市新店居的陈圈杰 我要推荐全联有很好吃的那个巧克力蛋糕 记得去买 他有一个这个手环 喔手环手环 这次还有一个手环 来看一下手环 哇手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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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呢 要出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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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全联 现在是全联是不是 他两位 是好 现在全联2000元 全联一位 没有这个这个两位 全家是两位 对对对 全联是一位 庄圈如 新北市巴黎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 接着我们要继续抽的是一位的 运动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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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抽看看是谁呢 这也是大奖了 大家赶快按赞加分享 好来看看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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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工作还可以得到好利 诶我的粉丝在干嘛 赶快上来抽奖 不要浪费时间 快点 那个Vin哥的粉丝 赶快上来抽奖 赶快上来抽奖 还是他们可能忙着在更新履历 分享活动 不然你们帮我抽好了 哈哈哈 那接下来我们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有送一个非常 就是老字号的 在台湾非常老字号 一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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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对我们上礼拜送了之后呢 有广大的回响 我们这个礼拜 是直接把它带到现场来 要来好好的来试试 你不要这么说我不能吃喔 我不能吃我会 可以当然可以 我把豆腰会心情不好 你这样tag得到吗 这是他们新的商品 我帮你们试吃 哈哈哈 来 来来来 我们请Vin哥先选一个 来试试看看 随意试试看看 他现在这边上面有 我发现他又多了很多新的口味 对 就以前最有名的就是 红豆芝麻跟花生 对这是他们的那个 前三名的 热销的 但是你看他还出了一些 新的口味 我们请V哥你先挑一个 来试试看看 来告诉我们 口感如何 听说他们这一次的产品 是全面升级的 怎么办 有点 选择障碍 选择障碍 你最喜欢哪一个口味 不然我拿绿豆好 绿豆我没吃过 绿豆 好 那 我一边来说一下 A之轩其实很快要生日了 他生日就在圣诞 我来帮你们试吃看看 12月25号 他们就要成立40周年了 那他这一次麻吉的特色就是 限量生产 最畅销就是刚刚讲到的 芝麻 花生跟红豆 那这一次的手工麻吉 全面升级 有8款的口味 调制成全素的 非常贴心 而且现在很多人是吃素 我们公司就好多人 真的 吃素的人也可以吃 那另外这个特色就是说 外皮精选 是人体容易代谢的葵花油 来调制的 所以吃的不会有负担 我跟你们说 绿豆真的可以买 而且我们会觉得他的 皮是特别的Q弹 延展性很高 对 而且我觉得绿豆 就是怕甜的人 是可以吃这个的 有 因为绿豆不会 我觉得不会偏甜很OK 然后呢 他们常温保存是两天 因为他们就非常的天然嘛 所以希望大家在少温期间 就吃完也是 各个观光客 来台湾 回国一定要带的 必带的 欸妞妞妞好辛苦 不然吃一口 哈哈哈 主持人可以吃吗 你这叫我看 我就觉得好像很好吃 那我继续吃 现场有人要试吃吗 喔喔喔喔 那有什么口味道 上次我们的摄影 他就是艳符不浅 有被我们的那个 奇遇 喂 喂吃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你要吃给大家看一下吗 吃给大家看一下 来来来 这个好吃 哇 哇 哇 如何 粉丝都要 好吃吗 这真的不错耶 粉丝要抱动了啦 摄影师会不会太幸福啊 恭喜你獲得麻糬一个 哈哈哈 我们颜值最高的摄影师 要不要说一下口感 口感如何 口感很好 口感很好 Q吗 Q 然后不会很腻 而且很健康 对 他用的是可以花油 全新升级 手工麻糬全新升级 你吃的是什么口味的啊 衣妹赶快按赞加分享 麻糬就是你的了 就是花生 然后 啊佳蓁 来来跟粉丝 Devi赶快 按赞加分享 按赞加分享 哦天啊 太开心看到你们了 来看一下 因为V哥手上拿的是绿豆 对绿豆好吃 花生 但其实除了这两个口味之外 来看到还有芝麻 我很喜欢吃芝麻口味的 芝麻 然后还有芋泥 以及紫米花生 这个口味就比较好 我觉得最想要试这个 紫米桂圆 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贴心 对 他把肉量都标到上面了 我刚才在看到 紫米桂圆真的怕胖的人可以吃 对 132其实真的不多 132真的不多 因为常常可能一碗手摇 就超过 肯定超过啦 然后另外还有抹茶红豆 以及花生 红豆 还有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口味 是枫糖核桃 然后还有黑糖花豆 这个口味也很特别 这很特别 另外这是绿豆 那大家我们刚刚有讲到嘛 就是这些芝麻 花生 红豆 芋泥 抹茶红豆 以及紫米花生 还有紫米桂圆 以及黑糖花豆 全部都是吃素的人都可以吃的 超棒的 对 我觉得我会不会被抗议啊 我整集都在吃 而且因为他们 我等一下继续吃 快要40岁生日了嘛 说不定也许也会有些特别的活动 40年欸 对啊40年 我觉得一个品牌要经历超过20年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们已经走过40个年头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尝鲜的话 赶快到一芝萱的门市来选购 记得挑那个卡路里比较低的喔 对 帮大家看一下卡路里 冬天的话这样子我觉得OK啊 抹茶红豆 紫米桂圆其实都蛮低的 对 100多 而且我有一些朋友从国外回来 然后他们会特别要去一芝萱买这个 对啊 其实一芝萱真的是 不过大家记得只能放两天 对对对对 就是你要回国之前 你再去买 那我们还有一支影片是来介绍他们的企业的 OK OK 对一起来看看 造出连锁王国 从面包卖到糕点办手里 不但创下历史新高 在面包界屹立35年 会台一整天都在排队 丰富多样的产品 贴心真诚的服务 把所有来到一芝萱的顾客 都当做我们的朋友 未来 未来 一芝萱仍然会执着于这样的坚持 陪伴您每一个幸福时刻 哈喽 Kanisu 哈喽 哈喽 她来看我们了 耶 幸福时刻就在一芝萱 观众自己下通关秘密 我刚看到有人 跳太快了 是谁 芳芳 她好像刚刚说她在电影院里头边看边 记得把那个亮度关小一点 你记得要把那个亮度还有声音通通都关掉 不然会蛮尴尬的 对 芳芳劝 记得把亮度关小一点 还有声音 对 Roger哈喽 我看一下 好 V哥的粉丝赶快上来 赶赞加分享 V哥打招呼 哈喽 好像不是在老面 我是跳太快了 有有有 我们有看到你们留言 哈喽哈喽哈喽 按赞加分享 記得看到最后喔 最后是有iphone 刚刚有粉丝说幸福企业一芝萱 没有错 一芝萱也是幸福企业 一芝萱之前也有来上过我们的直播节目 介绍她们的福利之缺 他們不只東西好吃 對員工也非常好 也是一個非常棒的幸福企業 是麻糬吃到飽嗎? 對,有可能啊 或是他們各種 他的麵包也很厲害 佩娟哈囉 你有在吃義之軒嗎? 有啊 就是我之前很早 其實我很早欸 因為我是 我是麻糬的狂熱者 喔真的喔 就是基本上只要麻糬我一定會吃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會有點失控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就會想要整合吃掉 但還好他們全新升級 一個也才100多胖 不然你知道我們公司造型師都會說 你不要再遲了 就是說外套最近扣子有點緊之類 而且你知道觀眾有時候 這眼睛很尖欸 可怕他們會說 胖了 對 他們會說 你外套的那個扣子看起來有點在尖叫 沒有關係 很公分用尖叫 因為我前面這一方的 這一排工作人員 大家都在尖叫了是不是 對 欸以柔你的外套有點緊喔 對啊 對大家還是要控制 一次不要吃太多 一盒可以買了全家一起享用 其實OK啦 一天一顆不過分 一天一顆不過分 大概兩天那樣要吃完 還是在提醒 因為它畢竟是沒有加防護器 真菜實料的 好 那我們一樣要送小獎 不是小獎 送獎像給大家 除了粥粥粥粥粥之外 很可惜我們今天不是送一隻玄 但是想吃 欸你今天等一下 趕快去逛一下 哈哈哈哈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就是 一樣是爐底撈麻辣炒泡麵兌換券 3張 可以爐底撈可以 先做莫凡筆 好 趕快按讚加分享 剛剛小編說還要先抽莫凡筆 那我們先來看莫凡筆 就是這個14 獎項14 呃 Jannick Jannick還有杜天天 恭喜 恭喜 莫凡筆的這個兌換券 那接下來是要抽爐底撈的麻辣炒泡麵券 3張 爐底撈 爐底撈 爐底撈上了 好 好沒有 欸150了 耶 有粉絲上來了 粉絲上來了 太好了 哈囉惠惠 哈囉哈囉哈囉 大家趕快一起按讚加分享 抽起來 抽起來抽起來 那剛剛講到幸福企業 你知道我們111 就從去年就開始推動幸福企業了 對 因為我們要鼓勵企業 就是給員工好的福利 好的制度 讓大家上班上的很開心 對 不然我覺得大家就是 環境真的很重要 悶世代 對 但是呢 我們不只鼓勵企業 要給員工好的福利制度 我們現在反過來 要來鼓勵優秀的員工 這麼好 怎麼鼓勵 怎麼鼓勵呢 我們在去年辦了一次 這個2018最感人工作貢獻獎 我知道這個 對 得到非常非常大的迴響 今年我們要再來辦一次了 而且現在這活動已經開跑了 開跑了 現在就可以報名了 我們先來看一段 去年的影片 回來再詳細告訴大家 究竟要怎麼參加 先跟大家說 第一名 11萬 第一名11萬 11萬喔 我要怎麼報名 就是你只要在對你的工作 有貢獻 有熱誠 就可以來報名 不要猶豫了 趕快報名 趕快來報名 11萬欸 我欠啦 你們不報名我報名 是 而且這個推薦人 如果說你推薦的人 得獎的話 你還會有一萬塊 好 要推薦的獎金喔 那所以我不但自己要報名 我還要推薦別人 喔對 你可以 就是你推薦你朋友 然後你朋友再推薦你 然後不管是誰得 我報名然後再推薦你 對 我報名再推薦我 喔OK 那如果兩個人都得了 第一名的話 就會有12萬 欸那不錯欸 真的很不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方式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去年的影片 在平凡的角落 讓這世界更加細的感動 2018最感人工作貢獻獎 開始票選 快上1111人力 看到的是2018 彩杰 V哥的粉絲 來來來來 趕快來 有人說 剛快閃過去了 說1111很大方 好理大方 沒有錯 我們現在獎項 大概只開一半而已 待會還有很多豐富的獎項 但是呢 我們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2019最感人 工作貢獻獎 開跑了 大家只要上我們的官網的首頁 應該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相關的報名連結 那我們呢 不管是企業推薦 或者是個人推薦 都可以報名 所以我可以推薦你 你可以推薦我 就像我們這樣找個partner 就沒錯了 可以獲得12萬好不好 然後你也可以 譬如說我是主管 我覺得我某個員工很棒 那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推薦 對不對 或者是我是家人 我是 家人也可以 可以可以 是不僅是企業 或者是個人 都可以 而且我們非常貼心 因為大理會想說 11萬 那會不會很難 就是只有一個第一名 這聽起來就很難啊 對 沒有 你知道我們有幾個獎項嗎 我們有11個類別 11個類別 然後每一個類別 都有一個第一名 那其實競爭的那個 就不會那麼壓力很大 就比如說我們就算是新聞傳播類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跟新聞傳播類的這一群人一起繳筑 不會說也跟服務員一起 大家全部都在一起 總共有11個類別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說你自己的行業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就去報名那個類別的 我現在有個問題 現在不是有很多那種什麼斜槓青年 對對對 那比如說我是斜槓青年 我有兩個職業 我可以兩個職業都報名嗎 但是 所以詳細的規則 可能要看一下我們的官網 請大家上官網好不好 對 要PIM官網看仔細 我們知道答案 只是不想告訴你們 自己上官網 對 你要自己上網去看一下 但是我們報名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只要填相關的資料 然後大概寫個300字的 自我推薦的理由 就可以報名了 300字很簡單 對 然後11個獎項裡面呢 我們每一個第一名都是11萬 到時候我們還會辦一個頒獎典禮 每一個第一名都是11萬 那蠻多的 對 然後他的推薦人 還可以再得到1萬塊的獎金 OK 反正我們現在說好 還會有一個盛大的頒獎典禮 而且我們的頒獎典禮也會有記者會 有記者會 對 所以我就是變成說 有獎可以拿 有獎金可以領 有活動可以參加 然後還可以讓很多人知道 你是一個很棒很優秀的員工 這對你的旅行來說 是一件多漂亮的事情 這倒是真的 說我得過201911人力號所頒發的 2019最感人工作貢獻獎 這個東西其實說起來的話 真的是一個在履歷上很加分的東西 對啊 我是老闆 我可能看到就 這個人應該是對自己的工作 非常用心 很負責用心 不然這個大獎 第一名有11萬 絕對是不簡單的 好想要 但是希望大家都對自己充滿自信 好不好 趕快 現在我們有一個半月的報名時間 請大家趕快踴躍的推薦你身邊 很優秀的朋友 或者是 哈囉雯麗 你自己很優秀 你就找個人推薦 按讚 加分享 趕快趕快趕快 記得看到最後好不好 最後我們還要抽出iPhone的大獎 所以大家敬請來鎖定 繼續鎖定到最後喔 對了 我們剛剛聊到最感人這件事情 有什麼印象深刻 我想要跟你聊聊 你在工作裡頭 你覺得自己最辛苦的時候是什麼 最辛苦的時候 就是可能講了 就是講了就會讓人想哭的那一種 就是 好像沒有 真的嗎 對啊 我真的覺得 還很多 沒有 我發現你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會有嗎 我還蠻多 真的嗎 因為社會記者就是會看到很多 我們去年新聞類的得獎的那一位 第一名的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夫生的社會記者 對於TVBS的趙國涵 他非常感人 有很多天才的故事 他對新聞非常熱情 對 那你來分享一下你的感人故事 因為國涵跟我一樣也是社會記者 然後其實社會記者說真的 就是大家本來都會覺得說 記者就是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可能蹬著一個高跟鞋 在國會的時候走來走去 可是社會記者不是 社會記者基本上就是什麼 命案現場啦 颱風啊 情殺 等一下可能要就是點瓦斯啊 住物詞類的 然後我們 像我自己本身 我為了一個專題 就是一個大陸新娘的專題 他斷了一隻手臂 然後找不到工作 然後他就住在 墓園裡頭挖一個洞 他就住在那個墓園下面 那他的家人呢 他沒有家人 因為他是外籍新娘 然後他嫁給就是台灣的一個老兵 然後他後來他老公過世了 然後他一個人就在那個墳墓裡面 然後為了工作 其實我覺得我的攝影更厲害 因為我的攝影他要扛著攝影機 然後走下去那個洞穴 然後那邊就是又暗又潮濕 然後就伸手不見無知 然後我們走路就是一直撞到一直跌倒 可是我覺得你會有一個感覺是說 我今天做了這個新聞以後 出去我可以幫到這個人 對 我想新聞出來之後就會很多人 伸出援手來幫助他 而且很好笑的是 我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我做完那條新聞以後 我有問他怎麼匯款 幹嘛怎樣 我自己就本身 我跟攝影就先匯錢了 然後回到公司以後 我們要繼續跟長官說 欸長官你知道我今天就是 訪問到一個很可憐的 你可不可以 大家一起來幫助他 結果我們長官也非常的大方 其實我覺得做新聞業的人 都有一個熱情 會想要幫助羅勢 是很關懷社會的 而且我覺得 我自己很感動的是 我進這一行 我做的第一條新聞 是一個阿公他照顧養孫子 然後他就是開餐車 然後他後來餐車被偷了 他就是靠那個餐車養他孫子 小偷也太沒良心了吧 然後他就還被偷 然後我們就覺得超可憐 結果後來這個新聞一出來 馬上有餐車了 馬上有人走 學騙班飛來 就是什麼要贊助餐車的啦 要捐錢的啊 然後還是說要贊助 那個孫子學費什麼都有 通通都有 那個時候你就會覺得 做記者真的很驕傲 就會覺得你自己的工作 是很有價值的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有關感人的故事 等一下有時間我們再說好不好 因為我一直講講講 大家都要哭了 這是一個歡樂的場合 我覺得 我覺得你等下 我覺得你等下這個直播結束之後 你先去報名 先報名 先報名 然後請你的朋友來推薦你 社會記者我覺得都需要來參加 會有很精彩的故事 待會如果有時間 我們再請第1哥繼續來聊 我們繼續來聊 真的是陳陳正說你好正喔 啊 陳陳正正 陳陳正先生你應該也是蠻帥的 看這名字我就知道你帥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盧底撈還沒有抽到 盧底撈 我們先補抽 剛剛說稍後再抽的 先來看一下盧底撈 三位的得獎者是誰 杜曉怡 杜曉怡 李元祥還有黃俊傑 恭喜三位 那如果我們本來其實還要抽這個 魔力奇蹟山芙蓉的潤澤蘆 還是我們待會再抽 還是可以接著抽嗎小編 好 待會再抽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就待會再抽 那我們先來公佈這個 周周抽的獎項的前三大獎項 是什麼 來看第三名是 搜過三千元女子 然後再來是 康山的眼部按摩器 價值5980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空 可以把鏡頭移來這裡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現代人超需要的啦 這個非常棒 你只要有看電腦跟手機 肯定需要 對我覺得大家在上班族 按讚分享加留言就會有 看電腦不然就看手機 非常需要這個來留意一下 而且你看價值是5980元 5980 好來看周周抽的最大獎是 哇 芙蓉大飯店的連鎖住宿雙人房 12,580元 好帥喔 而且我覺得它超貼心的地方 你看 不限平假日 對 很多優惠券是不是都 會限你平日 接下來節日很多 不知道要帶女朋友去哪 聖誕節 沒錯 跨年 沒錯 然後呢 二月還有情人節 你的節日禮就在這邊了 女朋友要開心就看這一次 價值上萬元的 上萬元的 好 我們先不要抽這個 因為我們要先抽剛剛要抽的那個 山芙蓉的潤澤乳 可以抽了嗎 師徒姚全部獎品都需要 可以抽了嗎 按讚加分享就有機會了 可抽可抽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啊 這個潤澤乳 魔力奇蹟山芙蓉 心肌潤澤乳 得獎的是陳嘉珍 嘉珍 恭喜 欸是我粉絲 恭喜 恭喜恭喜 還有美琳 美琳 還有紅宜優 恭喜 恭喜 上次我們在上次抽獎 裡面有介紹的潤澤乳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是不是 真的 恭喜你們三位 太恭喜了 皮膚要變好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抽這三個 獎項 現在可抽了嗎 還是我們要稍等一下 因為我們待會也有 芙蓉大飯店的介紹 芙蓉大飯店好了 小編我們可抽了嗎?還是我們先來看影片 丞翰 蔡春藍說的威威好漂亮 文婷 文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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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夠抽到你 抽到了 三獎 先抽三獎可以嗎? SOGO 禮卷 三千元一位 小珍 小珍 好 可抽我們來看一下SOGO 禮卷 哈囉文婷 抽我 抽我 抽抽抽抽抽 7 1 抽我禮卷三千元 到底是誰呢? 哇 徐全哲 在台南市安平區 恭喜 恭喜 竹慧 竹慧 小姐 我有看到 哈囉 謝謝您 威威 哈囉 謝謝春藍 好羨慕她喔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眼部按摩器價值5980 因為是哪一位幸運的人 我看到你了 這個按摩器看起來就很療癒 我們待會兒也要送一個很厲害 很療癒的東西 我剛看到現場有很多 我自己本身很想要 趕快把我手機給我 我要抽 來看 林千玲 屏東縣獅子香 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最後就是 大家跨年 聖誕節 情人節 通通都要靠這個 福龍大飯店 價值12,580元的住宿 而且不限平假的 來看是誰這麼幸運 對 沒有女朋友沒有男朋友沒關係 有這一張你就有機會了 也可以帶姐妹去 太棒了太棒了 來看一下是誰呢 03783 謝謝永昌 蔡謙毅 桃園市觀音區 恭喜你 恭喜你 可以帶 結婚就帶老婆 帶小奶媽 沒結婚的話 單身就帶好朋友 好兄弟也可以 對對對 就靠他了 剛剛是蔡謙毅得嘛對不對 對對對 接下來你要好好看囉 因為我們有一段福龍大飯店的影片介紹 這個就是之後要去做的地方 恭喜你恭喜你 來看一下影片介紹 好羨慕剛剛抽到的人喔 胡龍大飯店 啊 我非常的頂級 趕快讓我抽一下 對 說到抽一下 等一下還有機會喔 還有機會喔 還有機會 來看一下月月抽的獎項有哪一些 來剛剛我們講了嘛 第一名就是大家都想要的iPhone11 來看第四個是什麼呢 喔 欸這個也很好 健康紀錄手錶價值9900耶 有一位幸運兒 然後來看第三名是 欸就是我們福龍大飯店的住宿券 天啊 想要想要 而且一樣是不限平假日的 所以剛剛沒有抽到的人 太好了 現在你有機會了 你有機會了 好 我們現在就回來來看一下 是哪兩 先來看這個 健康紀錄手錶或N10頁的 是哪一位幸運兒童 抽起來 好抽 有嗎 0 0 3 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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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軍 恭喜 恭喜 台南出的 台南的朋友 恭喜你 我想你帶了之後會變得非常健康 抽起來 好接下來就是要看福龍大飯店 哇 非常好 一萬兩千五百八十元究竟是誰呢 兩位 哈囉 兩位 這兩位喔 有兩位 0 4 2 6 6 7 兩圈文 桃園市的梁圈文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 再來看第二位幸運得獎的是誰呢 哈囉姨姨 0 3 5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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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全山 又是彈家的朋友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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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送的東西就是我剛想 按讚留言加分享 按讚留言加分享 對 不要忘記 這麼好看的東西一定要讓更多人知道 沒錯 我的粉絲趕快來抽iPhone 拜託送我拜託你們 是 北水不落外人田 對 希望所有V哥的朋友 今天觀眾朋友們 有所定 我剛剛已經有看到幾個是我的粉絲 超開心 恭喜你們 希望你們有抽到 接下來我們還有繼續一樣要繼續來抽 好 剛好講到這個眼部按摩器對不對 還有一個也很療癒很厲害的 還有辦法比他更療癒嗎 對我想只要是女生應該都會喜歡 因為女生難免會穿高跟鞋對不對 我今天就鏡頭可以Tag我嗎 對 你真的能不能穿高跟鞋 對 非常辛苦 很累 而且其實腳底腫脹的話 真的會全身都不太舒服 對會有那個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了 靜脈曲張 對 靜脈曲張 但如果說你說去給人家按摩的話 一次用一兩千塊 很貴耶 也是這樣的商品 對 很商品 但你有一個其他更好的選擇 什麼 這個選擇我們先來看影片 好 待會他本尊會到現場來喔 我要看我要看 好來看一下影片 請問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來看影片 我們去看影片 und位於是 請問一下 本尊現在來到現場 然後我們的V哥非常漂亮在旁邊 雨色雨色還有雷鳴 哈囉我有看到你們 以為是這個沙發對不對 謝謝 不好意思喔 跟大家說它的確 你在它蓋起來的時候 的確是可以當沙發來使用 這裡呢 還有一個按鈕喔 這是泡腳機嗎 按了之後會發熱 這個冬天剛剛好 這厲害了 打開來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按摩機本人啦 天啊 很漂亮耶 而且這個價值 營爛6800 今天就要送給大家 這個真的好 而且它不佔空間 因為以前我們家有買過泡腳機 就是它的體積大概是它兩倍大 對 所以它的科技真的好發達 而且它這個蓋起來的時候 就是也可以客人做 這個沙發 喔 現在177分 趕快 按這個人家分享 180人 按讚留言加分享 我們要加碼 我們要加碼 趕快 待會我們要送大家一支炫 的麻糬 我只能吃一個 你們可以吃一盒好不好 是一盒沒錯嗎 一盒一盒 一盒嗎 送大家一盒 我們真的很大方 真的很棒耶 我的粉絲抽起來 在抽之前我們先請V哥來 好 看不到腳 沒關係啊 我就這樣 我現在直接這樣子 對不對 還是一隻 一隻腳就好 現場體驗 現場體驗 其實我可以兩隻 好 我可以兩隻嗎 我順便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按鈕 它就有四個模式 你有感受到嗎 它總共有四個模式 而且震動的強度有分三動 那個大家請忽略我的瑜琴不用看 就看腿就好 操作很方便 就是一鍵按下去 就馬上吸動 這真的很舒服耶 然後你要切換模式也非常容易 就是按同一個鍵 總共有四個模式 我敢說這個送給女朋友 女朋友肯定很開心 女朋友真的會痛哭流涕 痛哭流涕 拜託大家趕快抽起來 這是第一個模式 我覺得如果要形容的話 就是如果有這一台 我就不會每個月花一千塊去按 對 因為它其實它的感覺 跟那個人家幫你按的那個感覺 是很像的 是很像的 因為它的那個顆粒不是說很大 它那個顆粒就是 算是溫和的 對 然後它不會讓你覺得說 沒有點到的感覺 你會有覺得說 因為有些去師傅那邊 可能會哀哀叫 這真的很舒服耶 那個穴道是有到的 有到的 還有另外一個模式 我們來看第三個模式 是不是很貼心 因為不會一整個變 還有四個不同的模式 而且這真的很方便 就是你看電視的時候 就是可以邊做 對 然後你看完電視 你的腳部的疲勞 也都已經舒緩了 對 四個模式都讓你體驗一下 喔 喔 它 有耶 它是 剛剛可以看到是講震動嗎 我等一下會從我做到尾 哈哈 好 那你等一下先繼續做都沒有關係 是不是有點溫熱啊 對 它是有溫熱的 它是可以有溫熱的 而且這個也有溫熱的效果 你是說這個屁股做的 對 它也是可以溫熱的 欸好療癒喔 我的天啊 這個 拜託我的粉絲認真的抽起來好不好 我們先讓V哥在這邊先 來來來來 大家請看過來 我們剛剛介紹的這一台 就是 康生美族按摩腳機 價值16800 我個人覺得 我真心的說 我覺得這不輸iPhone 就是我如果收到這個 我覺得我的開心程度 如果對上班族的女生來說 真的是很舒服 我會非常開心 但是沒關係 你們抽吧 沒關係 我下次我下次 機會讓給你們 你們先抽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抽 看是誰 這麼幸運 可以得到我們的康生 美族按摩腳機 是誰呢 來看一下是誰呢 我側 那你幫我關掉 幫我關掉 來看一下究竟是誰 6 8 7 楊宣慧 謝謝 來自新北市反投資的楊宣慧 哇恭喜你 看起來是個女生 恭喜 恭喜 好羨慕喔 是女生剛剛好 對 剛剛好 非常適合 就送給自己了 剛好是你的聖誕節的禮物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我覺得有點羨慕 如果沒有抽到的人 其實也可以自己買一台 反正年底了 可以犒賞自己 工作一年這麼的辛苦 對不對 沒錯 恭喜 我們剛剛又有徒步180人 確定有了 耶 加碼 加碼 一支宣的這個 我們剛剛講全新升級的手工的這個麻糬 幫你們爭取的福利 好不好 我的粉絲們 感謝你們的支持 一支一份一盒 來看一下是誰 是誰是誰 是誰呢 楊玲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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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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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剛剛有看到她留言 哈囉 宇盛加油 今天晚上就是這樣子 我們吃完麻糬以後 按腳 然後晚上用iPhone11打電動 非常棒 完美 打完眼睛有點痠 你就用這個眼部按摩器 完美好不好 一定要待到最後 iPhone11等著你們 對 現在幾點 再等一下 有點耐性 對 那最後的大獎 我們當然要請一位 重量級的來賓 來幫我們一起抽出來 我有聽說 應該不是現在吧 應該不是現在 會會說加碼 好 再繼續號召朋友好不好 我們人再多一點就加碼 我們現場製作人有答應 你們人再多一點就會加碼 就可以加碼 但沒關係我們等一下這位特別來賓 進來也會跟大家說幾句話 所以大家可以趁這時候 趕快再繼續拉肯有進來看 對 拉肯有進來 我們人數越多加碼越多 是的 我們現場朋友們 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 伊伊人力豪 總經理何啟勝 何總 歡迎 好 歡迎 主持人好 謝謝 怎麼我一進場就開始掉下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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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去上個洗手間 馬上就回來了 我告訴你 告訴二位 如果沒有180 就沒辦法加碼 我們有很多好的贈品 只差12個了好不好 大家一個人拉3個不多吧 差不多 不要去上廁所好不好 我看到我幾個粉絲有在拉人 太棒了 我看到我幾個粉絲有在拉人 太棒了 然後再來多一個抽獎的機會 為什麼不要呢 對 朋友也能抽獎 最後差7個人 差7個人 加碼 沒有抽到7個 沒有抽到180的話 我是撫摸的 7個其實很快的 我要剩兩個了 不要剩兩個 一起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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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一講一次 抽不到 分一講五次就抽到了 趕快現在刷一排愛心了 刷一排漢堡 好重要 真的 不要先上洗手間 不要先上洗手間 趕快 趕快行走 結果掉下來了 今天有抽機車嗎 今天沒有 今天最大的獎物是我們的 我有機車要讓很機車的人來抽 哈哈 那邊是誰要抽的 任前加油 泳香拉五個吧 拉五個 今天要抽的是iPhone iPhone 11 想問一下何總 您現在的手機是 對不起 我買不起這麼高檔的手機 沒有關係 我又是最平價的 最平價的手機 我也很希望用它 大家都想要 我這邊沒有用過iPhone的 真的假的 我都是 哪一個平價我用哪個 開什麼玩笑 100 要啦 欸怎麼了 要啦這個iPhone今天就不收了 收起來了 為什麼看到這個馬上掉了 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太奇怪了 沒有啦應該去上洗手間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 這個跟心情三溫暖一樣 起起落落下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一點點 可能情緒太激動了 真的 所以不小心手滑就斷線 可是我發覺說 你剛才泡腳的那個 那個 標起來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會喜歡泡腳嗎 美女泡腳 你要不要再標 那不然就相約大家 一起來泡腳好不好 還是再拿出來 加慶加油 你拉五個就加碼了好不好 180 我覺得要對待那個 從開始一直堅守在我們網路前面的這些網友 好不好 不等了 現在就趕快抽了 不等了 假的 不等不帶 是不是不等不什麼 不帶喝 不等不帶喝 沒有 沒有 沒事 就是很主席啦 很主席 好 不等不擋了 不帶喝 哈哈 哈哈 哇 掉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搖碗搖搖搖搖 趕快 我們學一些候選人一樣 我跟你講不要投我了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趕快撤 等一下等一下 真的有人在拉人 你看 他們真的有人在拉人 在等一下下 好好好 河峰加油 漂亮主持人 沒有沒有我要幫我的粉絲 真的就是很花 對 爭取福利 因為他們真的有在拉人 我有看到 V哥的粉絲 如果還沒上線 你看 太智商不小心要退出 給他們一點機會好不好 哈哈 真的一直上到下降 你看現在164 164 164 171喔 不是真的 又差9個了 有的時候緊張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也沒用過iPhone 但是我還是要 要說一句話 重點是 我們是用這些獎項來鼓勵 所有的 年輕的求助者 要找工作 希望他們找到好的工作 其實依依真的幫助了非常多人 包含我 我們資料庫裡面 40萬筆的工作職缺 真的 真的 一年才畢業23萬名大學生 40萬筆等著你挑 我覺得 而且還有又有禮物 對 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很 依依真的是一個很甘心的企業 我們剛剛在介紹那個最感人的辛苦工作 首獎送11萬 11萬 找到工作 有11萬可以拿還可以抽獎 你看做1111的會員 幸不幸福 超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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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力哥還有分享 他之前錢東家就是靠我們的朋友來找到 對 有多少人在這邊找到工作 我說真的 我自己身邊就有很多朋友 然後 再加上連我的舅舅都是 所以這個是公益事業 真的 這是社會企業 對啊 有社會責任的 解決社會問題 很棒 而且一直在送禮 匯捐 趕快 多拉人 小不曉得我們 今年年初吧 才剛剛辦結束一個 只要在1111找到工作 不用抽 像今天還要抽iPhone 不用抽 1萬塊送給你 真的還假的 獎勵 179號 199號 就差1號 就差1號 要來掌聲 約約 哈囉 怎麼掉那麼快 到底大家怎麼了 我覺得可能不用掌口 對 大家現在是怎麼樣 不愛財 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開始 講到禮物反而掉下去 物欲很低 iPhone 對啊 iPhone 趕快 不要猶豫了 趕快進來 分享的語言 點讚 170 又掉兩個 謝謝雷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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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我繼續泡腳好了 還是我們都先退出 然後讓我們繼續泡腳 奇怪了 我們的高潮一定要擺在8點 9點鐘 9點鐘 好妙喔 而且剛剛就179耶 而且重點是 現在如果衝到了180 就會有多的摸彩的獎項 對 趕快分享 想換手機 想換手機 想換手機就要好好鎖定 衝衝衝 對啦 司徒就靠你了 司徒 選你 你要多找幾個人來分享 我們就有機會了 好不好 是 誰不愛錢 177 我們在這邊 順便號召一下 我就是網友 希望1111人力好 為他們做什麼 都可以利用今天的機會留言 對 那可以跟11做互動 是啊 你留言給我們 我們照著 一包裡 一包裡 來 開始抽了 不行 不行 可總開始宣布 那我們現在開始宣布 耶 我們的周周抽結合了月月抽 今天是第一次月月抽 那講一下有沒有比 講一下有沒有比 你過去主持周周抽又來的多 當然啊 雙拼嘛 雙拼 你還能夠越越抽 再抽一次 太棒了 那我們趕緊來抽今天的iPhone 那就是我宣布下去以後 我們的隨機就開始在跑 沒錯 好 我們摒棄您一聲 我現在開始宣布 來抽兩本 iPhone 11 1111人力衡 找工作狂歡 iPhone 11 幸運的得主是 好緊張喔 3 0 天啊好緊張喔 7 7 恭喜 新北永和的裝圈型 恭喜你 玉妍我看到你了 加油加油再多找一些人來 加碼一張小婆婆的那個 什麼什麼什麼 漂亮吧 加珍可以 加珍你可以繼續抽 沒問題的 宜芝萱也有 因為宜芝萱呢 怕大家有的不喜歡甜食 那沒關係 小萌牛麻辣卷 一張兩張 有人說中了一隻 一張啊 對對對 如果帶女朋友的話 不好意思我打斷一下 因為我的粉絲正在問 剛剛有人抽到獎了 他說他可以再抽嗎 抽中了 抽中了 在今天可能不行 可是你趕快分享的話 你下一次還是有機會 加珍 你還有下次喔 還有下一次啊 你就踴躍的分享 剛剛講了 分享一次抽不到 分享五次就抽到 是不是 剛剛抽中的是加珍妮 對 因為他剛剛在問 對 所以說加珍你踴躍的分享 那麼下一隻的iPhone11 就在這邊等著你 就等著你了 就等著你了 好不好 那剛剛我們說加碼小萌牛 加碼 一個是一支萱 一個是小萌牛 一支萱剛好已經抽出來了 喔一支萱抽完了 一支萱已經抽完了 對 加碼小萌牛 小萌牛 小萌牛我正常推薦也是很不錯 也是最適合 小萌牛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它的麻辣是很溫順的 肉質也非常好 肉質也非常好 來看一下是誰 好 幸運得主 兩張啦 這個好像是一樣的人 那我們是不是要重抽 還是讓他選 重抽 重抽 重抽了 對不起 再重抽一次 對不起 今天只能一個獎項 就是 就是在今天的抽獎裡面 就是那個幸運得主抽中了 因為我們請就要說 獎項是很平均的很公平的 大家都可以講 其實沒關係 因為很多次嘛 我看這個活動 周周都有 周周有 機率超高 我們固定 固定是每個禮拜三 晚上八點 下個禮拜我就不來了 下個禮拜我就要在電腦前面 抽獎 瘋狂分享 裡面在電腦前面坐著 對啊 都不要來領主持費 你知道嗎 這個中獎機率真的很高 真的很高 真的很高 178 現在可抽了 189 189 來來來 189 得獎的 又是你看 衝200 衝200 Zoe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 衝200 怎麼回事 抽小蒙牛的時候 大家出來來看 對啊 因為大家對吃的特別有感覺 你看188 但也不小心就190了 對啊 那我覺得這樣好不好 到190的話 再一張小蒙牛好不好 這張小蒙牛 真的嗎 好啦好啦 掌聲鼓勵 190 各位網友 190 支持1111的朋友 190的話 再送一張 我們製作人連鐵劑 唐血了啦 唐血 喜聖哥好會凹喔 我再回去穿上盔甲 在裡面 190 190真的快了 190 190 剛剛我看到189了 188 對啊就差一點點 就差一點點 好不好 也會自己爭取一下 因為你現在分享 如果說今天你抽中了 沒關係嘛 對 下個禮拜三嘛再來啊 還有 你分享一次 你就有自己就有一張欸 對對對 聖哥摩采的機會啊 是不是 然後記得大家要上網登錄會員 也有嘛 是 我剛看上網登錄會員 其實機會很多的 更新履歷也有 對 更新履歷也有 舊的會員 他原來就在履歷也有 阿 更新履歷 好那我知道 下個禮拜 明天我就知道我要怎麼打開電腦 好不好 分享一次抽不到 分享五次就抽到了 好不好 現在趕快刷牌愛心 刷牌愛心 刷牌愛心 小朋友也抽完了 大家加油 168 我看我們今天是不是 應該等不到190 可能是等不到的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期待下週 對啊我們可以期待下週 希望每個禮拜都看到若微 謝謝謝謝 謝謝 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的獎品太吸引人了 所以下個禮拜呢 下個禮拜先讓我請假 好不好 預告他要在網路前面 等著被抽 我要去抽獎 我抽完再回來 刷牌愛心的是誰 我個人送你 真的假的 剛剛真的有人刷牌愛心的 我個人送你我的簽名照 哈哈哈 那個地址記得留下來好不好 請順哥要送簽名照了 我們的攝影師已經從椅子上面摔下來了 也是不錯喔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這個 踴躍的收看 孫涵沒關係 你還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 下禮拜持續鎖定 週週抽啊 下禮拜三 再講一點 每個禮拜禮拜三 晚上 八點 然後呢 那如果說是今天幾乎是月初的週三 那也就是到了1月月初的週三 就是我們的月月抽囉 我們的月月抽是1月3號 禮拜五 已經時間出來了 1月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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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啊 對禮拜五 最後是月月抽是在禮拜五 喔 1月的月月抽在禮拜五 對 禮拜五 那其他都是週三 那那個的禮拜三 還是有週週抽吧 那個的禮拜三 喔 問到妳了 有週週抽嗎 抽 問到妳了齁 有沒有禮拜三 我想 喔 那個禮拜三是加入 所以嘛 沒問題嘛 每個禮拜三都有嘛 然後呢 1月份的月月抽是到週五嗎 1月3號 他沒有跟他放在一起 1月3號 因為禮拜三是1月1號是放假吧 對不對 對 因為元旦放假嘛 所以呢 所以禮拜三就沒有 喔 1月1號是禮拜三 按讚的 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你們都有機會 所以才能到禮拜五 所以就是說只有那個禮拜 那個禮拜 1月放假嘛 沒辦法 對 因為放假沒辦法 大家開開開心心的去過新年 對對對 好 那麼也就是1月份的那個月月抽 有人說要核總簽名帳 真的要嗎 真的有人留言 謝謝 把地址留下來好不好 謝謝 好 那所以說 就是說 1月3號那個禮拜 的週週抽 仍然還是結合了月月抽 只是把禮拜三改到禮拜五 喔 那其實還是有啊 還是有的還是有的 不用緊張 只是因為禮拜三 剛好是假日的關係 所以你們說這個週週抽結合月 說這個叫什麼 雙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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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個禮拜抽完 要我的簽名照是不是 要我的簽名照 不好意思到我那邊私訊我 謝謝 OK 來私訊我們 那個何總的就留在這邊 是是是 何總的留在這邊 私信地址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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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何總的到這邊來 雖然我從來沒有那樣的東西 但是因為有 為了你們 對 我明天就去拍 下禮拜的小禮物就是何總簽名照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時間也差不多了 10月也差不多了 有了 有了 歡樂的喜歡手是多的 這樣好了 我盡量去爭取 以後的粥粥抽 我都親自 用我的奶油桂花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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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可能啦 好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想要何總的簽名照 下個禮拜繼續來 恭喜得大獎的朋友 得大獎的朋友 恭喜 今天手氣還沒有到的 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真的再講一遍 分享一次抽不到 分享五次就抽到了 壓軸在後面 對 好 如果非常優秀的員工也可以來參加我們 21萬 最感人工作 貢獻獎 現在活動也開跑了 對 然後呢 不要忘記了 你也可以 如果你自己覺得你的工作場域 你沒有什麼 太多令人感動的故事的話 沒關係啊 比如說V哥有對不對 對 我作為V哥的朋友 我就推薦他 那V哥如果拿到首獎11萬 我也有推薦獎金 1萬 你想得到嗎 其實你不只有一萬 我還會額外請你吃飯 真的 不是你拿到11萬 你請朋友吃飯 應該的嘛 對不對 所以可以自己沒有 可以物色朋友 對 身邊的好朋友 一定會有的 讓大家一起來參與這個 這麼棒的活動 對 而且好像這一次 跟上一屆又不一樣 是在那一類裡面 好像還有四五個這個獎項 都能夠被獲得獎勵 沒錯 也許沒有11萬獎金 沒關係 我們在做那個事情的當下 哪裡是為了11萬獎金呢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對不對 他是額外的去鼓勵這種 在社會角落 可能我們沒有去關注到的 我們把它挖掘出來 然後謝謝他們 跟他們致敬 我覺得這個獎項真的很棒 因為的確就像何總說的 其實很多地方是我們看不到 是 然後我們都要向他致敬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 頒獎活動的機會 讓更多人感染這一部分 正向的力量 好 那今天晚上我們的抽獎 就到這裡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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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所有的網友 謝謝 拜拜 下個禮拜再看囉 拜拜